這首歌在講面對人生的希望 結果發現幻滅 就算幻滅了 我還是可以繼續往前 那個希望好像是活在心裡面 MV就用一種面對人生困境 但是一直不斷地去挑戰它 就我們用全集的概念 一直跟自己的人生 他自己在對抗 學了一個月 但我覺得時間都不太夠 因為其實拳擊或是做動作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細節 你身體需要適應之外 你還必須要學會很多的安全的東西 所以覺得練習的是不夠 但還好教練就是很有專業的指導 我每一個細節在注意的時間 一開始 讓我給你練成團 快點 快點 有我的自由自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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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擊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因為拳擊除了在揮動的時候 其實你還有閃避 但是你其實在閃避的時候 是往對手逼近的 所以跟我個性差異很大 被別人打或被別人罵的時候 我就很習慣退選手 但其實你在拳擊的時候 是我就算被打 我還是要給你壓力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遇到很多的挫折和打擊 但是你面對挫折和打擊的時候 你要選擇自己躲起來 還是去克服這個東西 我覺得那是從這個運動裡面 我學到了一些面對身體的態度 今天很榮幸可以頒給家凱這個 他已經從谷底走到巔峰了 我人生已經走了40年 終於拿到這個冠軍腰帶了 真的是太感動了 我覺得這次合作的挺酷的 其實因為... 他剛剛有個姿勢 挺酷的 因為其實家凱剛給我這個編曲的時候 我想說哇 真的很冒風險 竟然都聽過我的歌 然後還找我寫這種曲風的歌 所以跟曲風完全不一樣 對 沒錯 而且呢 好死不死還是主打歌 還是專型同名主打歌 跟妳的加入我覺得整個歌變得很... 我可以這樣說嗎 我覺得變得很年輕 謝謝... 大家點頭如搗就算 他在Bridge的地方本來 他是叫我跟他一起做Rap 我就跟他說我沒有辦法 在錄音的時候 他本來以為我可以跟他疊在幾場 我說不行 我真的沒有辦法 那個嘴真的要太快了 不行 這次可以有這個合作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很好玩 導演又跟我說 他每個角色都來跟我說 你要不屑一點 然後我就演得很開心 屑一點 我覺得不屑是 很好演的一個表情 就把自己當年輕人 然後不要管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導演跟我說 你不要太投入這個比賽 不關你的事 因為原本我想說 到底要寫什麼主題好 然後我請佳凱說你想寫什麼 他就打了一大長串 他為什麼會編出這個曲 然後他大學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覺得 好感動人心 我就會很用心在寫這個詞 就是你很多時候你就很期待 某一個階段或某一個場景 愛情或是友情 你會覺得很美好 但是你真的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蛤 這樣子嗎 只有這樣子嗎 所以你就得過血過 我只要想到你的歌詞 能不能寫 把無聊當有趣 我覺得還蠻好 就是那句蠻 很輕鬆但是似兩摸千斤的講話 你的加入法 本來我這樣倒在藝術座的人 好像加入了真的 對 原本是比較無奈 寫歌需要一個結論 起身轉合 所以我在合的時候 就讓它有一個 對未來有一個 抱著希望的感覺 4.3 100%的4.3 10%的 維持身材 然後撐到現在才會吃一點東西 舞蹈沒有結石啊 剛拍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想吃東西 快天亮了 5.25 好久沒有看到天亮 天亮回到5.25 大概還有3.8吧 還要5.25 可以可以 等一下可以恢復一點 今天有過摔到100次 沒有到100次啊 可能40次有吧 老實講不會覺得很累 對 算是最接地氣的一次 對 下次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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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 好奇怪喔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就是拍一個MV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是因為 MV的主題是在講說 一直跌倒 一直在爬起來 一直被打倒 然後一直爬起來 可是我覺得 很多人他們遇到的人生都是這樣子 都是不斷地爬起來 我覺得後來我覺得比較 讓我覺得有意思的是 他們為什麼爬起來 有些人是因為友情支撐嘛 然後我覺得我支撐我自己爬起來的是 我內心對自己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放下這一刻 我今天拍的MV是一無四處的人生 是這張專輯 太棒了我一無四處的人生的 紅名曲 接下來專輯也會發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